一文引起活动 陈伯仔正式开始 太小声了 太小声了 你没有掌声 特别 中生学习有什么好处 从科学的政绩来证明说 如果你是一个 常常学习心智的人 你那个大脑里面的 海马回 我们来说一些AI的故事 彰化市公所社会学员 于13日在彰化生活一文馆 举办113年一文研习活动成果展 由于今年起正式增收男性学员 使得成果展显现的特色 更多元与丰富 市长林世贤表示 公所开办社会学员 提供市民多元学习管道 让市民能利用时间充实自己 学习与成长 营造幸福又美满的家庭生活 他也肯定学员们学习的精神 并强调多学多动好处多多 比较不会失智 社会学员各种班的成果展 我们有舞蹈班 有艺术 有气功 有瑜伽 有肚皮舞 还有画画 美术 书画 等等 各种让我们所有的市民 尤其是一些退休的市民 人家说吃得热得热得热 现在就是在说终身学习 我想透过这样的学习 人生活才会充实 现在很多有研究的 海马肺 海马肺大脑里面的海马肺 听说有学习过的人 常常在学习 总是海马肺细胞 那脑老容量是会增加 那是科学的政绩 有些人去做解剖 发现真的是不断的学习 失智的人 不会失智 更没空气 更没 艾滋海莫症 艾滋海莫症 还是失智症 跟我们海马肺里面的 大脑里面的一个海马肺 有很密切关系 所以我鼓励大家 这些熟的课程 还有可以吃冷气 还有可以交朋友 可以让学习薪资 不但充实自己 让自己快乐 让自己生活更充实 欢迎大家来中华志工所 社会学员 长青 长青大学等等 来补名各种班 让你生活更充实 更聪明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